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说刘聪你快吃饭 然后刘聪就是不吃饭的那一种 他就说你快来吃 你说我真生气了 说好了 因为好像是 好像是刘聪妈妈叫他见到他吃饭 我不知道 他给我讲了一句 他说不说好了 我见你吃饭 然后他就吃 然后叫刘聪过来是刘聪不过来 然后刘聪就说了一句 你给我泡一包这个 你给我泡一杯玉米蓄茶吧 我跟你讲哦 陈律是那种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 怎么就去厨房里泡了一包 乖乖的就放在那里 放在那个饭旁边 放在饭旁边 然后他真的就是泡好一包 我放下来了 好 就越来越 就是怎么说 他就是有那种 你懂吗 就那种 焦的感觉 我应该这样说 他就是以前他都是 什么都是 很独立 很酷很拽 眼很冰 很冷 但是 自从他太太太太太太后 他就是很焦 他有时候就这样 他走在路上 就是你看他跟刘聪的照片 你会觉得他很小肢 很焦 这种感觉 他平常就在家里 他现在都是 什么也不会 不会 帮我 不会 帮我看一下 就这种程度 你知道吗 是 对 以前他真的 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在那个 厦门的时候 他可冷了 他经常有时候 就是 他都不太要讲话 手都没了 对 他可冷了 以前的时候 对 以前还是那种 很拽 以前你讲话 很拽 嗯 对啊 嗯 什么 就是平常 那个气势 气势奶出来吧 对 能看出来 对 我就是感觉 他现在就是非常 我反正 我是感觉 他就是那种 古灵精怪的 可可爱的感觉 对 space 对 有点 是 有点 有点 对 载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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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